弘扬佛法新西兰,破迷开悟莲花线,学佛救人到彼岸,念经许愿保平安。 感恩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广大灵感,观世音菩萨,感恩十方三世一切,诸佛菩萨,隆天护法。 感恩各位嘉宾们,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,义工们,大家好。 新西兰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,风帆之都的奥克兰,素有花园城市的美誉, 这里风光宜人,多元文化,遍地开放。 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奥克兰,与大家共沾法衣, 让中华文化的精髓,利益有缘众生, 让佛法的智慧传承光大。 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,全球有十亿人正在饱受着各种心理疾病的折磨, 最新研究发现,忧郁症在新西兰较为普遍, 而心理问题会附射到人的身体上, 所以很多心理的疾病最后会导致健康的问题, 而造成我们自我伤害或者自杀。 今年六月份的数据显示, 新西兰自杀死亡人数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, 新西兰共有七百人自杀, 青少年自杀率急剧向上升。 今年三月, 新西兰南岛两座宗教场所发生恶性的枪击事件, 导致五十人死亡。 很多人一生在伤害自己中度过, 在贪嗔吃蔓仪当中, 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和智慧。 我们学佛就是要懂得解脱和放下,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, 只有拥抱未来。 我们学佛人永远不要在发怒的时候做出一些举动, 否则一定会给你带来后悔。 我们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因为自己的冲动, 才造成了自己终身的遗憾。 在三个月前, 一名英国的十三岁的男孩, 在发现自己的暗恋的女孩有了男朋友之后, 居然他心碎不已, 竟然在家里上吊自杀。 他的死亡震惊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, 因为这孩子是一个一直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男孩。 在今年八月, 美国一对年轻夫妇, 十九岁的男子哈雷·莫根和他二十岁的新娘李安·农伯, 在刚刚举办完结婚典礼之后, 特别的开心, 但是不到五分钟就发生了车祸。 这对新人当场死亡, 婚礼之后就要举行葬礼。 我们人们就是在这个充满着戏剧性的世界当中活着, 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 苦空无常, 是人生的真谛, 佛早就告诉我们。 但是我们有很多人天天活着还不满足, 每一天要贪图人间的财色明十岁, 迷失了本来就拥有的佛性。 所以人一旦被欲望所控制, 就不能自拔。 想一想我们很多华人, 到澳洲啊, 到新西兰之前, 想一想有个房子, 哎呀, 很好了, 有个身份可以了, 但是当你们拥有了房子, 拥有了车子, 拥有了身份之后, 又想拥有更大的房子, 更多的车子。 所以学佛人要用智慧来控制自己一切的欲望, 随缘不变, 不变随缘。 在烦恼当中, 证悟菩提, 情修界定会和利益社会和国家, 实现世界的和平啊。 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, 经常有人在抱怨, 为什么每天总被一些倒霉的事情缠绕着, 为什么很多事情别人可以走运, 为什么我不走运? 我多想让自己不要烦恼, 这一天或者这一个月有一个好心情, 其实学佛人应该明白, 这是人的一个心态问题, 你把自己的定位幸福定得太高, 你天天活在烦恼和不知足当中, 如果你把自己的幸福定得低一点, 你可能每天就会知足而快乐, 其实心态就是要活在帮助别人, 而不是仅仅为自己私欲而活着的人。 有一个人乘船渡河, 有一艘空船冲着他由上游冲过来, 船上没有人, 即使脾气最坏的人也不会生气, 等空船快要撞到他的时候, 他最多也只是用手轻轻地将空船推开而已, 他不会发脾气。 如果对面船上有人, 而乘船渡河河河, 就马上会冲着这个人大叫, 快散开, 你的船快要撞上来的, 喊一次两次三次, 如果对方没有反应, 就算脾气再好的人, 他也会发怒。 那么同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为什么之前你不发怒, 看见船上有人, 你就开始发怒呢? 因为人执着了众生像, 因为看到人心中才会有我像, 要我想心中没有烦恼, 就不要以自我为中心。 我们很多人, 没看见人的时候不会发脾气, 看见别人了, 就觉得别人讨厌麻烦, 甚至非常的可恶, 这就是因为心中着相, 所以活着的人, 不要太多的去埋怨别人, 就是不着相, 心中如果看似众生都是平等的, 你不会去烦恼和忧伤, 所以就没有烦恼逼着你, 所以每一个人心要空, 就不会被别人伤害, 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多事情, 要以包容的心态, 去面对生活, 这样你才活得安乐和自在, 其实这就是学博人的一种智慧和胸怀呀。 金刚经上讲, 要把一切都看空,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可能, 明天就会失去, 明天所失去的还会再拥有, 就算拥有失去了, 最后还是归空啊。 想一想我们的父母亲, 和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, 一辈子的辛苦, 最后一无所得的离开了我们。 所以我们在人间来也空空, 去也匆匆, 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, 任何东西。 所以有一位电影明星讲过, 我所有的钱只是替别人在保管。 我们学佛做人, 只有好好地修心修行, 提升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的境界, 你才能不以物喜, 不以己悲, 虚怀, 弱骨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 这样的人, 是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, 这个世界就是给你带来了无限的希望。 在山东济南有一个叫暴突泉,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过, 在七十二个名泉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泉, 暴突泉的泉水清澈甘甜, 行人路过的时候经常用手捧着这个泉水喝, 因为每个人的手都很脏嘛, 所以附近有一个叫千佛寺, 有一位老和尚看到这个情景呢, 他就拿了一个有缺口的碗放在了泉边上, 那么别人一看见有这个碗呢, 就拿起来捧着这个水泉水喝, 有一天呢, 有一位富商来到暴突泉游玩, 见人们用破碗喝泉水, 他就在想, 哎呀, 如此的灵秀之地呀, 怎能放一个破碗呢? 于是他就让随从买了一只精美的瓷碗, 换掉了原来的一个破碗, 但是第二天, 当人们用此碗喝过泉水之后, 就把他那只精美的碗拿走了, 其他的人又只能拿着手捧着泉水喝了, 几天之后, 富商又来到暴突泉, 发现此碗已经不见了, 正在纳闷, 他看见老和尚又拿了一只好的碗出来, 用石头把碗又敲出了一个缺口, 再放到了船台上, 这个富商赶忙上去问道, 哎呀, 师父, 你为何要把碗敲破呢? 明权当配好碗呢? 老和尚笑得摇摇头, 好碗会让人贪心啊, 我的碗是因为残破, 谁都不会打他的主意, 才能长久的供人使用啊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完美的东西并不适用所有的环境, 般若的佛法并不能让所有的众生都会开悟, 所以学佛先要度有缘众生, 妙法人心, 使拥有善根的佛友, 破迷先开悟啊, 同样, 适用的东西也不是尽善尽美的, 我们对人间的一切也不要去苛求完美, 因为人间那是不完美的, 所以不管碰到什么事情, 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, 你的心中就会圆融, 有很多人就是对人间, 或者对某一个人太大的希望在他的身上, 所以才会给你带来的负面的能量, 很多父母亲觉得自己的孩子一定能考上精英中学, 一定能怎么样, 我的女儿长得这么漂亮, 一定能够嫁一个好郎君, 实际上这些都会给你带来负能量, 也会给孩子带来负增长, 所以人心并不完美, 只有通过学佛修心, 你才能明白, 这个世界要靠自己修才能圆满, 你才能达到正等正觉呀, 鸡叫了, 天会亮, 鸡不叫, 天也会亮, 天亮不亮, 不是基硕的算, 而是谁醒了, 我们学佛人醒来了, 每过一天, 坚持就拥有了佛性, 没醒过来的人, 过了一生, 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活过来了, 他们失去了慧命, 你要想留住快乐, 最好的方法就要学会知足常乐的心态, 你要想留住你的健康, 最好的方法就是锻炼身体呀, 想学佛修心, 最好的方法是助人为乐, 广结善缘, 想让自己在人间不犯错误, 最好的方法是三思而行, 长思挤过, 有一个做事不想后果的笑话, 说有一个朋友下午肚子饿, 看见同事的桌子上有一瓶酸奶, 想都没想, 看都没看清楚, 他就喝了, 然后一会儿同事来了大叫道, 哎, 我的洗面奶怎么不见了, 哎呀, 我的一百零八块呢, 这个小哥没说话, 只是默默地走向了厕所, 然后一顿死扣啊, 扣得难受, 东西拼命地往外吐, 直到自己吐到酸水都出来, 好不容易吐得差不多了, 眼泪巴搭巴搭地回到座位上的时候, 看到他的同事抱着一瓶瓶子回来了说, 哎哟, 吓死我了, 洗面奶滚到桌子底下了, 我找到了, 哎, 我的酸奶怎么又不见了, 这个小哥心里直骂, 不见你个魂啊, 喝你一点酸奶, 把人往死里整啊, 这个笑话, 告诉我们,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, 首先要想到国, 才不会去中阴, 而我们人间常常的是看到的是利益, 没有想到, 有的时候美好的利益, 会散染上不好的因果呀, 艳丽好看的蘑菇往往有毒, 而苦涩的野菜, 常常拜火消炎啊, 我们人生的许多智慧, 在于观察他的外表, 分辨他的真伪, 有一个小女孩, 跟其他人一样, 经常在家中和父亲无礼争吵, 慢慢的他感到家庭枯燥无味, 便离家出走, 几个月之后身上钱用完了, 他就憋得去, 不想回家, 在街头流浪, 到了最后被人家拉去卖过银, 最后坚持不住了, 就走进了一家收容所, 当他排着队领取免费午餐的时候, 他眼睛看到了一眼公告蓝, 上面贴着一张海报, 画着一个妇女的肖像, 下面有一行小字, 我仍然爱着你, 孩子快回家吧, 仔细一看, 上面的肖像正是这个女孩的母亲, 原来自从女儿离家出走之后, 母亲便在整个城镇的美间收容所贴上了这张海报, 希望女儿看到后早点回来, 原来母亲还爱着自己, 女儿突然之间发疯似的抛回家, 见到家门开着, 还以为有强盗进入到家门, 她担忧着母亲的安危, 跑进家里, 只见母亲躺在床上, 当母女见到对方时, 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, 妈妈告诉女孩, 爸爸在几个月之前病逝了, 女孩问, 妈妈, 家里竟强盗了吗? 妈妈说, 哎, 家中没有什么之前的东西可偷, 女孩说, 那么门为什么总是开着? 直接母亲哭泣着说, 孩子, 自从你走后, 妈妈的这扇门就从来没有上过锁呀。 母爱的力量那是无穷的, 母亲爱孩子那是天性, 她的爱能让孩子遭遇一切的坎坷, 化为乌有, 学博人对人要真诚, 我们要用一种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人生, 用开阔的胸怀, 畅开我们慈悲的心灵, 我们勇敢地要用智慧去面对人间严酷的现实, 情修善根, 珍惜因缘, 不断地认识到自我, 用慈悲习舍去理解苦极灭道啊。 我们人总是注意到自己对别人的付出, 而不能理解别人对自己的爱, 自己对别人付出一点点就感觉到我付出很多了, 而别人对自己永远没有感觉, 认为这是应该的。 有一位母亲问她的孩子说, 儿子啊, 如果妈妈眼睛瞎了怎么办? 儿子说, 妈妈, 我会送你去这里最好的医院治疗。 妈妈又说, 那如果这里最好的医院治疗不好吧, 妈妈的毛病怎么办? 我会送你去世界上最好的医院治疗。 妈妈又说, 如果世界上最好的医院也治不好你妈妈的病呢? 儿子说, 妈妈, 我会终身照顾你。 妈妈说, 好儿子, 谢谢你。 过一会儿儿子又问, 妈妈, 如果我眼睛瞎了怎么办呢? 妈妈说, 我会把我的眼睛换给你。 这就是母亲。 我们孩子总是数据中长大, 而母亲总是在布施当中在让我们长大。 所以学博人要舍己救人, 要懂得天天能讲你的都是心疼你的, 每天能帮助你的都是你的善缘呢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浪费时间啊, 要守住自己的良心, 这样你才永远不会孤独, 不断地认识自我, 你才能不断地进化自己的心灵啊。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有一个如依顺母的孝子故事, 这个人名字叫敏顺智子谦, 在春秋时期他是鲁国人, 孔子的弟子在孔门当中以德性和言冤并称。 孔子曾经赞仰他的弟子说, 孝哉啊, 名字迁了。 因为这个孩子生母很早就过世了, 父亲呢, 娶了一个后妻, 又生了两个儿子, 继母呢, 经常虐待他, 帮助两个小的弟弟。 冬天了, 两个弟弟穿着用棉花做成的棉袄的冬衣, 却给这个孩子用芦花做的棉衣。 有一天, 父亲出门, 敏顺牵车时, 因为冬的寒散打斗, 将牵牛绳掉落在地上, 牛叉点跑了, 遭到了他的父亲的撤职和鞭打, 衣服里的芦花被鞭子打破, 衣缝里飞出来, 父亲方知敏顺受到了虐待。 父亲非常的气愤, 返回家之后就要休妻, 就是要把太太休掉, 不要她了。 敏顺跪求父亲, 饶恕继母, 父亲说, 为什么孩子? 敏顺说, 留下母亲, 只是我一个人受冷, 修了母亲, 三个人都要挨动啊, 父亲十分感动, 就医了她。 大家听得懂吗? 就是她跟她的孩子讲, 你今天留下母亲, 只是我敏顺一个人受冻, 还有两个弟弟可以不受冻, 如果你爸爸把妻子休了, 我们三个孩子都要受冻, 这就是我们的孝行, 所以继母亲后, 悔恨知错, 从此对待敏顺, 轻如自止啊。 我们人如果真正的生性某件事情会发生, 则不管这件事是善是恶, 是好是坏, 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, 这在哲学界被称为生性定律, 所以一个人要相信菩萨会保佑我的, 他的身体哪怕生了癌症也会好, 结果癌症真的会好, 相信的事情一定会发生, 因为当人有了信心的时候, 他会产生一种能量, 如果一个人生性自己的寿命不长, 那个人真的可能很快就会死去,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用好的信念取代不好的念头, 是命运修造的原则, 因为信念可以转换成能量, 所以有好的意念, 那是一种福报,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每天想一想, 我很幸福了, 我比别人已经快乐太多了, 这是一种福气呀, 想给自己知福, 必须建立好良好的善念, 所以学佛人每天能够帮助到别人, 说明你还有能力, 还有能量, 希望大家众善奉行, 诸恶莫作良, 世界上最厉害的算命是什么, 最厉害的算命就叫因果, 世界上最神奇的消灾叫什么, 那叫忏悔, 世界上最灵验的严寿是什么, 那叫放生, 世界上最稳当的投资叫什么, 那叫布施啊, 世界上最有效的治病, 那叫知足, 世界上最容易的幸福, 那叫随缘, 世界上最殊胜的功德叫慈悲, 世界上最快速的解脱叫放向, 世界上最融制的选择叫修行, 世界上最能修出六道的那就叫般若呀, 学佛人心静则高, 高者富汗世界, 就是告诉大家, 一个人心能平静, 你的位置就越来越高, 境界越来越高, 高者富汗世界, 越高越能看到这个世界, 非常的渺小,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, 大家在飞机场觉得飞机场是不是很大, 然而当飞机起飞之后, 飞机场越来越渺小, 当我们生在人间, 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的大, 而放不下, 当你离开了这个世界, 你就会慢慢觉得, 一切都是这么的渺小, 一切都是这么不可得, 所以要学会放下, 心明者清, 清者照见虚空啊, 我们生活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事情, 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, 而另外的百分之九十, 却是我们可以控制的, 心理学家认为, 觉得我们今天的倒霉, 真的会倒霉, 如果你认为今天非常倒霉, 你就会倒霉, 有一个公司的小王, 早上起床之后, 洗漱的时候, 随手呢, 将自己非常高档的一个手表, 放在了洗漱台边上, 妻子呢, 怕被水淋湿了, 就随手拿过去, 放在了餐桌上, 儿子起床之后, 到餐桌上拿面包, 不小心将手表碰到了地上, 摔坏了, 小王疼爱手表, 就把儿子揍了一顿, 然后板着脸, 骂了妻子一顿, 妻子不服气, 说是他把你的手表打湿进水, 小王说, 我的手表是防水的嘛, 于是两个人猛烈的斗起嘴来, 一次之下, 小王早餐也没有吃, 直接开车, 去了公司, 快到公司的时候, 突然想起了, 忘了拿公文包, 又立刻转回家, 可是家里没人, 妻子上班去了, 儿子上学了, 小王的钥匙留在公文包里, 他进不了门, 只好打电话, 向妻子要钥匙, 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回家赶时, 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, 摊主拉住他不放, 要他赔, 他不得不赔上了一笔钱, 才摆脱, 在拿到公文包之后, 小王已经迟到了三十分钟, 挨了老板一顿严厉的批评, 小王的心情坏到了极点, 下班前又因为一件小事, 和同事又吵了一架, 妻子也因为早退, 被扣除当月的全情假, 儿子这天参加棒球赛, 原本夺冠有望, 却因为心情不好, 发挥不嫁, 第一局就被淘汰了, 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势力, 手表摔坏, 其实只是百分之十, 而后面一系列的事情, 就是他自己因为百分之十的心情不好, 而破坏了他百分之九十的, 这个善良的这个幸运的成分, 所以佛家认为, 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, 就等于像一块, 横在我们路前上的石头, 大发脾气, 一样的愚蠢啊, 当你控制不了前面的百分之十, 但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与行为, 决定那个百分之九十啊, 其实人生真的应该想开, 人生只有三件事, 一件是自己的事, 第二件是别人的事, 第三件是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, 自己的事情你自己都能控制, 比方说你开心, 你伤心, 你烦恼, 你忧郁, 幸福, 你愿意什么时候上班, 我愿意不干了, 结什么婚,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情, 你完全可以控制的, 别人的事情, 比方说别人在追求他们达不到的事情, 别人好吃懒做, 别人很贪心, 又不愿意帮助别人等等, 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, 而第三个, 那是地震, 台风, 山火, 或者断电, 或者一些不能受人所控制的自然世界, 所以只能作为随缘来处理, 也就是人的能力范围有限的范围以外的事情, 那么从这个三点来看, 就是告诉我们人的烦恼主要是忘了来自于自己该做的事情, 我们人不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, 整天爱管着别人的闲事, 担心不受自己控制的事情, 才会使自己整天处于虚幻之中啊,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管好自己的事, 少管别人的事, 不必攀缘, 整天坐着和缘分拧着干的事情, 你就会越来越痛苦, 越来越伤心, 有一个人, 这个人特别喜欢讨口才, 最近呢, 管管孩子好吗? 最近股市暴跌, 有一个老李收拾后闷闷不乐的回到家, 一进门, 小儿子就高兴的喊他, 爹! 他勃然大怒, 因为他是搞股票的嘛, 一叫他爹, 他就难受, 然后呢, 他就冲着他儿子非常不开心的叫, 不许喊爹, 要喊家长, 就是要家, 要涨起来, 要家长, 股票涨起来, 吓得孩子, 哭起来了, 老李的弟弟赶紧过来安慰小侄子, 就对老李说, 哥啊, 股市涨跌很正常, 何必朝孩子拔火呢? 哥啊, 老李一听, 股票又哥了, 气得不得了, 大声的喊, 不许叫我哥, 你要叫我兄长, 就是很凶猛的往上涨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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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人经常在心情烦恼的时候要想一想, 哪一些该我们去做, 而有一些是不受我们控制的, 应该进入静心的状态, 所以学佛人要学鲁鲁不动, 佛的哲学就是观照世界上一切事物,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, 你是完全可以避免让自己没有烦恼的, 学佛正要学会放下自己, 因为你的命运当下一定要改变, 忏悔自己过去的错误, 你就会消除错误, 修心自己, 未来会越来越美好, 所以做人间的菩萨, 过菩萨的生活, 用菩萨的智慧救度自己, 救度众生, 我们人的意念就是要拒绝一切恶行恶念, 净化心灵, 你的未来才会无限美好啊, 台长在节目当中呢,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, 在11月2号, 就是上个礼拜, 台长看出同修的颈椎啊, 腿不好, 复刻了, 年轻的时候说他感情上出过问题, 并指出他先生人挺好, 不和同修争, 但有一个过失的兄弟在他的脖子上, 他会脖子不舒服, 嘴巴也有怪动作, 台长还看出同修的白血病指标, 很快就会平稳, 大街已经过去了, 命救下来, 但晚年的一个眼睛要下掉, 同修说他现在眼睛已经不好了, 请大家听下上个礼拜的录音,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腰也不好, 对, 你别看你长得不好看, 年轻的时候也不好啊, 感情上也出过问题, 听了通话, 对不起师傅, 好感病啊, 师傅我是白血病11年了, 你白血病的这个指标啊, 很快就平稳了, 没问题了, 好, 大街已经过了, 11年来我感恩普産, 感恩师傅, 我一直跟着师傅红话, 先生是71年属猪, 哦, 女先生人挺好的, 对, 很听你的话的, 对, 他不跟你争的, 对, 对, 非常勤劳, 对, 我现在看到他那个死的那个, 他的一个兄弟在他身上啊, 所以女先生有一个不好的毛病啊, 脖子啊, 颈椎啊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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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今天骑在他脖子上, 对, 对, 他会这样脖子痛, 之后是不舒服, 对, 对, 老是这样他说, 好像脖子就是, 最早的时候, 你先生还有一个毛病, 你要跟他讲话, 他说他嘴巴还会紧张呀, 来一下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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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都很多年是这样子的, 呵呵呵呵, 感受感受, 听懂了吗, 他对了, 他对了, 我跟你说了, 你赶快把它念掉吧, 先生就不会死了, 好的, 你赶快念经啊, 你晚年就是有一个问题啊, 你知道命是救下来的, 你晚年会有个眼睛瞎掉的, 哦, 我现在眼睛就不太好, 有一个非常左, 左眼非常不好啊, 对对对, 感死或感, 菩萨感, 嗯, 谢谢, 这就是上周在, 在悉尼的时候, 所以我们学破人啊, 可以穷, 但不能背叛自己的人格, 可以有不同的意见, 但不能搬弄是非, 我们可以不做君子, 但绝不能做小人, 我们可以没有学位, 但不能没有品位, 学博人可以暂时不理解别人, 但一定要懂得感恩, 哈佛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理论, 说人跟人的差别在于业余时间, 你到底在干什么, 而一个人的命运在于晚上的八点到十点, 每晚这个时间的学习, 阅读, 培养你的修养, 讨论, 检讨你的人生, 如果你利用这段时间, 经常做这件事情, 你的人生必定会改变, 而如果你每天下了班之后, 就吃喝玩乐, 你必定会走向衰败, 所以坚持几年好好地培养自己的修养和努力地学习, 再学习, 你成功正在向你招手, 有位记者问比尔盖茨, 比尔盖茨先生, 世间有没有人比你有钱, 比尔盖茨回答, 有啊, 有一个人比我有钱呢, 然后比尔盖茨说了个故事, 他说当年我还没有钱的时候, 也没有名, 他说有一次我在纽约机场碰到一个卖报纸的小贩, 这小贩, 我想买一份报纸, 但口袋里零钱不够, 所以决定不买了, 就把报纸还给他, 我告诉他, 我的零钱不够, 没想到小贩说, 这份报纸免费送给你, 在他的坚持下, 比尔盖茨拿了那份报纸, 很巧, 两三个月之后, 比尔盖茨抵达了同一座机场, 发现自己又零钱不够, 又买一份报纸, 那个小贩又送了他一份报纸, 比尔盖茨拒绝了, 告诉他, 我的零钱不够, 那个卖报的小贩说, 拿去吧, 我从我的利润里拿出来, 和你分享的, 我没有赔钱, 十九年之后, 比尔盖茨说, 我出名了, 大家都认识了我, 突然间, 我想起了那个小贩, 我想去找他, 谢谢他, 一个半月过去了, 我找到他了, 我问他, 你还记得我吗? 他说, 当然记得啊, 你是比尔盖茨啊, 你还记得, 你免费送给我报纸吗? 记得啊, 我一共送过你两次啊, 比尔盖茨说, 我现在要回报你当时给我的帮助, 你要什么, 只要你告诉我, 我就去实现它, 小贩回答, 先生啊, 你不觉得这样做, 不能和我给你的帮助相比吗? 嗯, 不要跟这愣了, 那这怎么说啊? 那小贩说, 当我只是一个穷小贩的时候, 我帮助了你, 现在你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, 而你试着帮助我, 你的帮忙, 怎么能和我的相比呢? 你们还没有听到底呢? 当时比尔盖茨才体会到, 那个小贩比他还要富裕, 因为这个小贩没有等到自己有钱, 就开始帮助别人了。 我们人在自己很苦的时候能够付出爱, 能够帮助别人, 那是最富有的人了。 大部分的人都忘记和误解了富贵的真正含义, 正正富裕的人是拥有一颗富裕的心, 而不是他的钱, 因为比你有钱的人啊, 到处都是啊。 所以我们要帮助人不能等到自己有钱, 有多少能力就帮别人多少能力, 人品所以以正直为贵, 心地以善良为贵, 修心以布施为贵, 行善良以孝顺为贵。 我们学佛人佛情以争执为贵, 性格以坚忍为贵, 待人以诚恳为贵, 处事以谦让为贵, 言语以理解为贵, 学佛以静静为贵。 台长希望大家有能力就做点好事, 没权利就做点实事, 有点财就做点善事, 没有财就广结善缘, 动得了的时候就多做点功德, 当你动不了的时候, 也要回忆一些开心的事啊。 做错事情, 要多念念礼佛大忏悔文, 不做坏事和傻事, 放生许愿做善事, 生活其实没啥事, 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嘛。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, 那是偶然发生的, 每一件事情发生, 都必有其原因, 这是宇宙最根本的定律, 佛法界讲就叫因果定律, 所以你骂别人终会被别人骂, 你搞别人的时候, 你要想到你终有一天被他搞, 你告别人, 别人一定会反告你, 所以人的命运就是遵循的这个定律在走, 所以因果定律不仅是佛教, 还有其他宗教, 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第和大科学家牛顿顿人, 他们也认为这个宇宙最根本的定律就是因果定律, 所以人的思想, 语言和行为都是因, 都会产生相应的果, 如果你的因好的, 果也好, 如果因是坏的, 你的果也坏, 台长讲一个非常幽默的笑话给大家听听, 阿凡提大家都知道很聪明, 小时候你们都知道阿凡提的了, 很喜欢讲笑话, 讲笑话的时候都很喜欢听他讲的, 对不对啊, 台长小的时候慢胖的, 很好玩的, 我很喜欢阿凡提, 但是我听人家说要做成阿凡提必须很瘦, 后来瘦不下来, 只能做卢军红了, 阿凡提很有智慧, 说阿凡提有一天呢, 牵着一头毛驴, 他很喜欢牵着这头毛驴, 叮咚叮咚叮咚, 路过一个村庄, 一个村夫呢, 见阿凡提呢, 哎呀, 那个样子啊, 就讽刺的说, 哎呀, 珍贵的客人呢, 你在我这里歇歇脚, 吃点饭再走吗, 阿凡提前后看了一看, 没别人呢, 就自己一个人呢, 他就变说, 啊, 谢谢了, 不用了, 阿凡提以为是跟他讲的呢, 这个村夫恶作剧的说, 哈哈, 你以为我会请你吃饭吗, 我请的是你的驴吃饭呢, 哈哈哈哈哈哈, 挺好了, 阿凡提怎么讲的, 阿凡提很生气, 转过脸, 转过脸来, 啪的一下, 打了他的毛驴一个巴掌, 说, 来到村口, 我就问你, 你在这个村里有没有亲戚, 你咋说没有亲戚呢, 没有亲戚会有人请你吃饭吗, 阿凡提接着又打了毛驴两个耳光, 看你这个畜生以后还敢不敢作弄别人, 人只要有思想, 就必然会不断的重阴, 重善因还是恶因, 是由你人自己决定的, 所以, 越修行改命, 就必须关照自己每一个想法, 用佛法界讲教, 起心动念, 所以, 我们会引发怎么样的语言和行为, 都是因, 所以要懂得果, 菩萨为因众生为果, 菩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, 已经考虑到这个果报, 而我们人先做再说, 等他过来了才后悔啊, 所以要懂得这些, 在开车的途中, 一位医生呢, 接到医院紧急手术的电话, 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, 并换上了手术服, 患者的父亲呢, 失控的, 对这个医生喊道,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了, 你难道不知道我儿子正处在危险中吗, 你这个人医生, 怎么一点责任心都没有啊, 这个医生内疚的说, 哦, 很抱歉, 刚刚我不在医院, 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, 我马上就赶来了, 请你冷静一下好吗, 冷静, 我能冷静吗, 你刚刚手术室里躺着我的儿子啊, 如果是躺着你的儿子, 你能冷静吗, 如果现在你的儿子快要死了, 你会怎么样啊, 这孩子的父亲, 非常愤怒的继续说, 这个医生又沉重的说, 我会默默的为他祈祷, 请为你的儿子祈福吧, 男孩的父亲愤愤的说, 当一个人对别人的生死, 漠不关心的时候, 才会这么说话, 几个小时之后, 手术顺利完成, 医生高兴的从手术出走出来, 对男孩的父亲说, 谢天谢地, 你的儿子得救了, 还没有等到男孩子父亲搭话, 他就匆匆离去了, 一边走一边说, 如果有什么问题啊, 你可以向我的护士问, 他就走掉了, 这个儿子的父亲又说了, 这个医生怎么这么傲慢, 连我问问儿子的情况, 这几分钟他都等不了啊, 愤愤不平地冲着护士讲, 这个时候护士的眼泪, 一下子流了出来, 护士告诉他, 医生的儿子昨天在交通事故当中身亡了, 我们叫他来的时候, 为你儿子做手术, 这时候他正在去殡仪馆的路上, 现在他救活了你的儿子, 要赶到殡仪馆去完成他儿子的葬礼, 所以人不一定能够理解别人, 当你不了解别人痛苦的时候, 你就会产生称恨性, 当你不了解你的太太在家里忙了一天, 做得满头都是灰尘, 满头都是油污的时候, 你回到家里再对他无端的指责和谩骂, 你不了解你的太太为这个家付出多少, 所以你会产生称恨性, 这就是人对人的不理解所产生的裂痕, 所以我们学博人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, 因为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, 你会恨, 你会活得很痛苦, 记住了, 天无边, 心无垠, 能够理解别人, 才能懂得这个世界没有完美, 你如果拥有不知足的心, 你越追逐, 你晚年会越寂寞呀, 我们学博人要关照自己, 理解别人, 言语立己对别人不苛求, 你自己就活得很自在, 反之对别人吹毛求刺, 一生会痛苦相伴, 我们人生的幸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, 而在于你知道自己能够包容别人多少, 所以宽阔的胸怀, 那是你人缘的基础啊, 佛法讲, 无名烦恼来自于杂念奔飞的心灵, 现代人天天烦恼, 还没做的事情就烦恼, 想做的事情也烦恼, 过去的事情给你带来更多的烦恼, 有一位佛友, 他说了一些经典的话, 他说婚姻给女人的烦恼特别特别的大, 你们想听听吗? 他说什么? 很好玩的, 他说, 一个女人如果嫁了帅的, 没有安全感, 如果嫁了丑的, 担心遗传下一代, 如果嫁了一个穷的, 怕我一辈子生活不好, 嫁了一个富了, 怕自己成为冷宫中的妃子, 嫁了一个体贴入微的, 怕他在外面是个花心男, 嫁了一个大男子主义的, 怕他家庭暴力, 嫁了一个没本事的, 生活会没有乐趣, 嫁了一个有本事的, 怕自己又管不住他, 女人嫁谁都纠结, 无名烦恼有几生啊, 所以幸福来自于一颗踏踏实实安静的心, 没有上下不定的忧虑, 没有左右为难的恍惚, 没有瞻前顾后的算计, 你才能没有患得患失的犹豫, 和担惊受怕的恐惧, 我们学博人顶天立地浩然正气, 要对得起所有的人, 我们海纳板川, 心如金刚, 才能用佛法造要我们的生命, 用佛光普照我们的幸福啊。 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跟大家分享, 9月14号, 一个同修居然弟弟的癌症全部扩散, 全身覆水, 昏迷抢救, 医生说最多活三个月, 结果他们把荷兰做义工的功德50%转给了弟弟, 许愿方生念经, 没想到四肢水肿消失了, 弟弟马上头脑清醒了, 所以这个弟弟最终也发愿吃全素, 病好之后, 现身说法, 现在完全生活治理, 肝功能恢复正常, 肿瘤缩小了很多, 只做了一个15分钟的微创手术, 连医生都惊讶至极, 10月初就可以出院了, 现在他们全家学习念佛, 学习佛经, 法喜充满, 请大家听一下录音, 谢谢大家。 师父, 我先读一个分享吧, 2019年9月14日凌晨, 同修在阿里街道电话, 二弟病危, 肝癌扩散, 全身覆水昏离, 在医院抢救, 医生让家人亲自, 并说最多只能活三个月, 当时同修只有一个念头, 有关心菩萨妈妈家的保佑, 二弟不会有事的, 同修立刻向关心菩萨祈求救二弟, 并决定把参加荷兰法会做医工的功德50%, 转送给二弟, 医院放生200只甲鱼和1万条鱼, 销送138张小房子, 9月16日同修回到上海, 买下一百五十只甲鱼和200多条黑鱼, 和1500多条鸡鱼, 为二弟放生, 回家后为他销小房子, 第二天十七号, 弟弟来电话说, 二弟头脑清醒了, 四肢的水肿烧了, 还能喝点戏中, 能说话, 能厌大悲咒了, 紧接着, 同修又为二弟放生一千两百多条鱼, 并让弟弟用二弟的钱, 放生一万多条鱼和52只甲鱼, 并尽快烧完了许愿的小房子, 二弟自己发愿终身之全素, 并好后一定现身说法, 普度更多有缘终身, 三大法宝零验无比, 二弟的腹水清除, 大小便正常, 生活可以自理了, 之后的几次验血, 肝功能恢复正常, 资本达到标准, 其他项目检查指标也都达标了, 这时肝脏的肿瘤缩小了很多, 只需一个小小的微创手术, 只用了15分钟, 连医生都惊讶之急, 死后与死神差心而过的弟弟, 日夜耿耿佛基, 念大悲咒, 十月初, 医生就告知二弟可以出院了, 现在他们全家都开启询佛念经了, 真是法喜充满, 感恩那摩大慈大悲,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, 观世音菩萨, 感恩师父, 这种不要讲的, 要不是观世音菩萨救度, 早就脱走了, 已经到了晚期, 要干腹水, 这种没有一个活得了的, 他将这种真的是死神里逃出来, 真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, 是的, 感恩观世音菩萨, 感恩师父, 谢谢, 英国有一个当代的雕塑家, 叫安尼什卡普尔, 他呢, 凭借着雕塑的堕落地狱的, 一个雕塑而一举成名, 有一天呢, 英国著名的报纸, Times记者采访了他, 这名记者呢, 也是一位业余雕像的爱好者, 他想请教卡普尔, 当好一个雕塑家的秘籍, 记者提问说, 亲爱的卡普尔先生, 你能给我们透露一点, 你成功的秘诀吗, 只听卡普尔说, 其实啊, 根本没有什么秘诀, 我个人的体会是, 要当好一名雕像师, 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了, 第一, 你在雕像的时候, 要把这个人的鼻子, 雕得大一点, 第二, 是要把眼睛雕得小一点, 记者不停地问, 他不解了, 为什么要这样啊, 如果鼻子大, 眼睛小, 那雕出的人像, 岂不是很难看吗, 卡普尔对此做的解释, 鼻子大, 眼睛小, 就有修改的余地啊, 你想想看, 如果鼻子大了, 还可以往小里修改, 如果眼睛小了, 你可以往外扩大呀, 反之, 如果你一开始, 就把那个鼻子弄得很小, 你再怎么装上去, 都很难看, 再反之, 如果你一开始, 就把这个人眼睛叼得很大, 你就没有办法, 再改小了呀,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, 人要懂得, 这个卡普尔取是我们做事, 要留有余地的智慧, 所以我们为人处事, 要为自己和他人, 留一些回旋的余地, 话不可以说满, 事不可以做绝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行动自如, 别人也会更自在, 佛法界称之为, 宽容能聚人气, 慈悲能化解冤气, 这样, 你才能在人生中, 立于不败之地呀, 所以在生活当中, 退一步海阔天空, 而有些人为什么, 非要钻死牛角尖呢, 为什么在这一辈子当中, 有些人咄咄逼人, 难道不应该, 给自己和别人的心灵里, 留一点余地吗, 更有胜责, 有的人还利用各种各样人际关系, 下面给大家说的笑话, 是吃饭不给钱的, 有一个笑话, 有一个青年在公司里得罪的人, 心情非常不好, 想发泄, 单顾呢, 又没地方发泄, 就跑到五星级的酒店里去吃饭, 点了八个菜, 一个人啊, 点八个菜, 特意要了一只大龙虾, 自己喝了一瓶三十年的茅台, 还喝两碗鱼饰, 酒足半饱, 一掏钱坏了, 没带钱包, 怎么办, 没办法, 他打电话, 给在警察局的同学, 向他借钱, 并让他送钱来, 没想到这个警察局的同学, 也没钱, 带了几个手下, 很快来了, 全副武装, 进来就把这个青年靠上了, 而且冲着他说, 好啊, 我们跟踪你好久了, 然后还把他头上掏了个黑袋子, 经理和服务员们都吓得哆嗦了, 躲得远远的, 生怕与这个青年扯上关系, 上警车之后, 这个同学说, 兄弟啊, 我也没钱, 兄弟只能这么帮你了, 所以, 有句佛言佛语说, 你如果认识过去的我, 你一定会原谅现在的我, 实际上, 人都在变化, 人都是这样, 在痛苦当中走出来的, 人间沧桑, 有几个人能够读懂对方啊, 所以, 要学菩萨变得越来越慈悲, 换位思考, 看到别人的过去的爱和恨, 你会和他一起放下, 并宽容他, 所以一个学佛人, 不应该活给自己看, 也不应该活给别人看, 活给自己看的人, 那是内心执着, 活给别人看的人, 那就叫爱面子, 犹如一个人喝水, 凉水喝下去, 热水喝下去, 你自己最清楚, 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巴里, 眼睛里, 爱护好自己的会命, 感谢给你提意见的人, 他使你成熟, 感恩给你困境的人, 他使你更加的坚强啊, 我们人要学会把奉献当成快乐, 把助人为乐当成常态, 你的生活一定会活在众生的佛性里,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财富, 那是你一时的朋友, 而朋友才是你永久的财富啊, 荣誉那是一时的荣誉, 而帮助别人才是荣誉的根本, 学历那是一时的知识, 永远的学习才会获得永久的智慧,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, 每个人活在世界上都会有烦恼, 都会有痛苦, 当你对自己微笑的时候, 说明你已经摆脱困难, 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能够纠缠在你的身上, 当你对别人真诚的世界上, 这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你, 学佛人看清这个世界的真谛, 苦空无常, 不要再去执着负能量和消极的人生, 它会使你受伤, 感到这个世界的悲伤, 所以珍惜人生, 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, 你会感觉到非常好的心态, 所以整天的去厌弃社会, 厌弃人生, 会让你找不到光明, 用一颗菩萨的心, 用一双智慧的眼睛, 克服贪嗔痴慢疑, 清心寡欲, 你才能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, 一事修成报佛恩娜, 最后给大家讲两个笑话, 第一个笑话很短, 第二个笑话是最后才笑的, 前面笑不出来的, 先讲第一个笑话, 也是最后才笑的, 所以有一个人在村头啊, 发现了一个大的坟, 刨出来之后呢, 刨出来一个东西呢, 不知道值不值钱的一个杯, 刨出一个杯, 他去请那些牛人们, 帮忙翻译一下上面的字, 牛人们就是, 有些人懂得一点点了, 觉得这个杯上是什么东西, 结果牛人们一翻译说, 盗墓者请自重, 本人是穷死的, 好, 再来一个笑话啊, 说一个周末的夜晚, 有一对老夫妇, 缓缓地走进了麦当劳, 他们点了一份汉堡包, 一份薯条和一杯可乐, 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来, 这对老夫妇呢, 跟其他年轻男女呢, 显得有点格格不乐, 不露, 因为四周的人呢, 都在偷偷地看他们两个, 心想, 哇, 他们少说也八十多岁了吧, 哎呀, 说不定结婚超过五六十年了, 想想看他们这辈子, 携手经历了多少蹦蹦鱼鱼, 多少悲欢离合呀, 这个老伯伯将托盘里的食物拿了出来, 先是把汉堡包啊, 细心的用个手啊, 搬成两半, 薯条一根一根的, 跟老伴两个人一人一半, 数得出来, 你一根, 我一根, 你一根, 我一根, 也是分成两份, 然后呢, 还有一罐可乐嘛, 他吸了一口可乐, 递给他的老伴, 老妈妈, 这个老妈妈呢, 巴斯图西老妈妈也吸一口, 就这样呢, 大家看到这个老伯伯吃的那半份汉堡包和可乐, 老妈妈呢, 没吃, 没吃那个汉堡包, 也没吃那个薯条, 就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老伴在吃, 没有动他自己的那一半, 但老伯伯呢, 喝了一口可乐, 老妈妈就接着拿过去也喝一口, 这一个年轻人看在后面看不下去了, 就走到他们边上, 很有礼貌的, 哎呀, 大伯大妈们, 我愿意为你们买一份餐好吗, 老伯伯, 蜿蜒谢句, 真多谢了, 年轻人, 不用了, 我们老两口啊, 总是共同分享所有的东西的, 就这样, 老伯伯继续吃他汉堡包和薯条, 这个老妈妈呢, 静静地看着他吃, 但是呢, 如果老伯伯喝一口可乐呢, 老妈妈呢, 也拿过来喝一口, 这年轻人又走过去了, 请允许, 我给你们买一份餐吧, 这次轮到老妈妈说话了, 孩子啊, 谢谢你啊, 不用了, 我们总是分享我们两个人所有的东西啊, 可是大家看到, 老妈妈一口食物都没吃, 只看见老伯伯在吃, 并交替地喝那杯可乐, 老伯伯喝一口, 给老妈妈喝一口, 这个年轻人看了实在忍不住了, 第三次走到他们的座边, 问老妈妈说, 老妈妈, 你为什么不吃呢? 那个老妈妈你说, 你们总是分享所有的东西, 那你在等什么呢? 老妈妈抬起头, 看着这个年轻人, 慢慢地回答说, 啊, 我在等老伯伯他嘴巴里的假牙, 怎么样? 所以啊, 学佛人其实就要学弥勒佛, 弥勒佛非常非常的开心, 啊, 我们学佛就是要欢喜, 就是要开心, 佛法是我们人类的内心科学, 是人类的精髓, 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, 家和万事卿, 佛法正是用人间的大爱放下自身, 心灵法门爱国爱民, 人间需要太多的善人和好人, 需要菩萨一样, 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, 学佛人要做有益于自己国家的事, 内修纯净, 外修真净, 一辈子利益众生, 实现人间心灵的净土化, 谢谢大家, , 感谢观看